好 报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 今天的议程有三项 第一项 邀请国立故宫博物馆院长列席 只有新故宫 故宫公共化带动观光产业发展终成计划 107至112年进行专题报告并被咨询 第二项 处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三案 第三 继续审查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单位预算案 好 那首先来介绍我们与会的官员 好 那首先介绍我们国立故宫博物院吴觅查院长 还有黄永泰副院长 好 那其他我就不再一一介绍 那现在也要介绍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 专门委员检信会专门委员 好 谢谢 那现在我们请吴院长进行报告 时间 几分钟 十分钟还是要十分钟公报 还是六分钟 十分钟 好 谢谢 主席 各位委员先进 大家好 首先警队大院对于新故宫计划的支持与策立 表达诚挚的谢意 本人自接任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工作以来 积极推动并重新检视新故宫计划的内容 虽然107年以108年计划执行漏后 但现在已逐渐排除困难 并努力提升执行率 以下紧就新故宫计划修正说明 107年度保留款执行 108年度执行情形 109年度预算编列情形及分年工作灾要报告 一 新故宫计划简要介绍 新故宫计划分为三大分项计划 一 分项计划一为故宫北院院区整扩建计划 包含北部院区北侧基地建物之整建 南侧基地一文园区整建 及新行政大楼新建工程 改善文物典藏展示环境 优化展览空间及公共服务空间 提升观众观展体验 二 分项计划二为 国宝文物修复展示馆建设计划 与南院新建国宝馆文物修复展示馆 增加国家文物修复场域 提供培育修复人才实习空间 并办理原期景观艺术化工程 提升服务效能及巨客能量 三 分项计划三为 博物馆群国际观光网络系统建制计划 包含展览创新 活动整合 交通串联及行销国际等面向 以故宫为主体 带动台湾博物馆群整体观光能量 本次修正重点为 一 分项计划一 经108年4月26 27日办理工厅会后 因为大多数民众反对广场入国意向门廊 及穿透性滑表廊道扩建工程 以避免对整体景观造成冲击及玻璃建筑耗能之余力 决定停办这两个项目 令原规划新行政大楼新建位置靠近土石流浅市区 现在亦修正改于南侧一文园区 二 分项计划二 原议定办理景观桥工程是为了连结南院 颠策与浙城文化园区 但考量现阶段嘉义县政府规划五分车原始来院计划 将从浙城文化园区串联故宫来院 原取消相关规划内容及预算 三 分项计划三 考量博物馆群观光联盟组织之精神是文化部的权责 且该部已整合旗下博物馆 并着手建置跨馆图像授权平台 因此停止实施子计划三 子计划六 并因本院主管雇工文物艺术发展基金 以编列预算办理国际展会活动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广 并提升雇工品牌形象 为避免重复因此停止实施子计划十三 四 因应停止实施之项目减项预算 年编列总预算101亿元 减列后总预算为87.82亿元 含公共建设预算81.32亿元 及基本需求预算6.5亿元 共计减列13.18亿元 五 原定原核定自偿率之估算方式 以总预法计算 修正后改以净预法计算 所以自偿率原定50.50% 修正后调整为26.99% 三 新库工计划预算执行及编列说明 一 107年保留款执行情形 在分项计划一部分 107年保留款共计1.49亿元 至108年8月直以执行0.78亿元 待执行经费0.71亿元 预据于108年底前执行0.41亿元 上有0.31亿元需保留至109年度之用 预据于109年8月执行完毕 分项计划二 107年保留款共计1.12亿元 至108年8月直以执行0.36亿元 待执行经费0.76亿元 预计于108年底前执行完毕 三 分项计划三 107年保留款共计0.06亿元 至108年8月直以执行0.02亿元 待执行经费0.04亿元 预计于108年底前执行完毕 108年预算执行情形 108年度预算数为8.38亿元 扩除冻结束三亿元后可支用预算为5.38亿元 截至8月底以执行1.01亿元 预计年底可执行至3.04亿元 逾2.34亿元预定保留数 预计于109年10月全市支用完毕 三 109年度预算编列情形 109年度编列5.92亿元 其中2.03亿元为108年度 延续性分年编列计划分配在109年预算支付署 另3.89亿元为109年度预算新增工作计划 以工程执行数为避免执行情况再漏后 109年度预算策编乃多次整盛评估过去执行情形 与未来预计之工作进度后何时编列 4.新雇工计划至109年至112年 工作摘要说明 1.109年度工作摘要 1.分项计划一 办理北侧文县大楼镇馆整建工程 点藏研究大楼规划设计 蓝侧艺文服务中心室内装修空调 环境整合工程 完成及行政大楼规划设计 2.分项计划二 国保管及周边景观工程规划设计 亲子互动区工程施工 景观桥工程规划设计 3.分项计划三 持续办理博物馆群国际观光网络系统建制计划 2.110年度工作摘要 1.分项计划一 北侧文县大楼整建工程完工及临时展览工程布展完成 镇馆整建工程及点藏研究大楼整建工程开工 2.行政大楼规划设计 蓝侧新行政大楼规划设计完成及开工 2.分项计划二 国保管及周边景观工程花包及施工 景观桥工程花包及施工 3.分项计划三 持续办理博物馆群国际观光网络系统建制计划 3.111年度工作摘要 分项计划一部分 北侧镇馆整建工程及点藏研究大楼整建施工 2.行政大楼开工 蓝侧新行政大楼施工 分项计划二部分 国保管及周边景观工程施工 景观桥工程施工 3.分项计划三 持续办理博物馆群国际观光网络系统建制 4.112年工作摘要 在分项计划一部分 北侧镇馆典长研究大楼及第二行政大楼整建工程完工 新南侧新行政大楼新建工程完工 分项计划二部分 国保管及周边景观工程施工 景观墙工程施工 分项计划三部分 持续办理博物馆群国际观光网络系统建制 关于108年度雇工组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 本院108年度预算冻结项目共计四案 包括预算冻结专案报告一案 试面报告三案 其中三案与边印诚书面报告送达大院 分别为冻结业务费中国外旅费五十万元 文物研究点展览与推广展示服务五十万元 南院文物研究展览与推广一百万元 敬请各位委员先进参考 恳请各位委员支持 并同意动资预算与立业务推动 以上紧就本院新雇工计划 及108年度雇工公务预算解冻案 简要说明 新雇工计划为国家重大文化观光建设计划 至计划核定期 本院级积极参与推动 今年已排除重大不确定因素 加紧脚步进行 取取创造新雇工价值 成为国际观光亮点 提升台湾观光产值之目标 敬其各位委员鼎励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吴院长的口头报告 现在我们要进行综合寻答 首先要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有 柯智恩委员 书场会委员 还有黄国书委员 谢谢 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综合寻答 每位出席委员咨询八分钟 那 不要使看各位 可是就是原则上就是八分钟 那列席委员咨询时间为五分钟 发言登记截止时间为上午十点三十分 委员如有临时提案 请于上午十点三十分前提出 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连署委员均不在场 原力不予处理 好那我们现在首先要请发言 登记第一位柯委员志恩咨询 谢谢主席 我们是不是请院长 等一下我问到相关的问项的话 就请各处是首长就自己上来协助院长 好谢谢院长早安 我想今天大家觉得比较震惊的就是来自冲绳的首里城 然后再回顾到上个礼拜 其实意大利的杜林 他们一个世界遗产的一个屋顶也着火了 这其实让喜欢文物的人是感到非常的心碎 所以就让我们想到 其实在八月的时候 其实故宫 故宫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观光客游览的地区 那我们特别提到的故宫的一个火警 在八月十二号曾经发生 而且我也指证出来南院跟北院其实在整个SOP的配套上面其实有段距离的 所以在这个八月发生火警之后 那目前因为也是最近几天的事件 那你们现在处理方法怎么样 整个SOP流程已经出来了吗 做一些修正了吗 这个我们八月之后 我们全面的检视我们的整个的防灾 包括火警 包括水灾 甚至于电源 全部的管线 完全重新的 还有你们的SOP的流程 要顶上北院了 因为我很非常在乎 那个时候你们的科长是用电话来指挥 其实你们还是用外包的保全人员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然后促长六点东才会知道这个讯息 这个跟北院的整个规模来说 其实是差距有一段距离的 而且呢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是文资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新故宫 那我们也知道你们目前想把行政大楼改为典藏大楼 典藏到的是典藏文物的 而且虽然有一段距离 但是旁边就是故宫精华的餐厅 有没有评估过油烟出风口 对于这个文物品质的影响 我们这个 故宫的餐厅的油烟 我们这个非常的重视 从他一开始 这个餐厅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的油烟的问题都考量在内了 但是部长 院长 那时候有人提出来里面的会刊要求上面 他们说油烟对文物的影响 你们顾光回答说只做过二氧化碳的评估 二氧化碳评估跟油烟评估是不太一样的 这点部分他们问你们是不是在 这么要发生这么多世界古迹发生这些状况之下 你们是不是要多花费一番心意来做个评估报告啊 虽然有一段距离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的关切 这个谢谢我员的关切 我们会再次的进行这个专业的评估报告 一定要 这是我强力要求的 好不好 不是只有二氧化碳的部分 然后呢 我现在要问一下有关于南院的问题 院长 南院半年办了八场展览 你觉得是多或是少 厕展的专业而言到底多还是少 我们的展览现在的每一个展的骑程都太短 我认为我们的骑程应该加场 院长你是专业 但是你的南院办了这么多 半年内办了七场 骑程比较多 你看所有的博物馆一展常常就是一年 然后不然就是数年 院长你很清楚 可是呢 南院请全院之力 你竟然 如果再加上十二月的话 你半年之间就办了八个支展的 这是可以说是创造世界纪录 然后我们一一检视里面 你办了这么多场 我们来检视 不是只有数字而已 我一一来跟你讲清楚 神户展的部分里面 你看看这个照片 狭窄 然后呢 灯架电线罗路 规划不当 而且呢 你的贵宾桌椅完全没有规划 还有人用载还被挡住 院长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呢 这也是你们的神户展 还有 院长你可以统一来回答 很多的地方的时候呢 泰国展 这是网友来留言的 他说呢 延期再延期 延了两个多月 本来是十月 后来你这样搞了 从928要办 这个扑空 然后在延期结果之后呢 说实在的 效果也让大家觉得有点失望 然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 我还是要问 你看 印度月的时候呢 你没有印度展 新加坡月没有新加坡展 然后呢 神户交流的美展里面 你还有一个儿童的海底世界 我知道你们现在为了冲 来客量 每个都想尽所有的办法 然后呢 放了一条 好 听说五六十万的船 玩闯关游戏 我知道你们策展的目标是 希望能够用这个东西来让孩子过来 但是我请问 这样是对的吗 再看下面一个 好 你们在外面 还有办这个所谓的南院五一八 跟慢跑活动 好 慢跑活动在外围很好 然后让大家愿意过来 然后这些人进来 游客来告诉我们 这些人跑完之后呢 来南院 然后呢 吹冷气 喝水 吹冷气 这个也当做是你们南院的来客数吗 再来 你可以同意回应 我们的促长很好 你拿了一个步步车 自称任性 在大厅里面去跑 我想请问 等一下你可以同意来回答 我们的大英博物馆 我们的任何世界级的博物馆 会有拿这样的车来到处走 还称为任性吗 院长 你是一个专业 然后呢 我特别要去讲 典藏科才有办法来做一个策展 策展是需要专业训练的 你们南院多少的活动里面 都是让教展科的来 做一教育推广的过来 如果这样你还要典藏科干嘛 你还需要告诉我典藏 策展还需要专业吗 你办的这些活动 南向符合故宫南院的专业 跟委员报告 我们以前的这个展 展期太短 我已经要求我们的同仁 一方面要 这个展期拉长的同时 这样也降低同仁们的 策展的负担 而且可以把展做得更好 院长 你要关切的就是 你们的策展人基本上面 目前都无从发挥 每一次办了这么多活动 都是教展人员来做这个筹划 你都很清楚 很短 然后就变成非常活动导向 活动导向的时候呢 就是来自于 因为你们被大家有压力 就是来客率 那来客率把整个故宫的南院的 里面的专业 我都完全看不到 对不对 报告委员 这个没错 我们需要让大家先进园 再进馆 再买票 这是我一再的这个主张 因为我们故宫南院 必须先要有这样的 逐步的来展开 但是我们会像委员说的这样 抓紧我们的策展的专业 尤其在建立在文物的基础上的 当然院长 文物的基础上善用专业人士 你们现在把观光行销 当作是你们南院的第一要务 然后你们所展出的活动 我必须要提出来 跟南院 故宫博物院 南院的这个所谓的特质 是没有无关的 而且你看你们现在已经一个多月 你们现在已经在你们的旁边 大兴楚慕 要做什么 挖坑 挖沙 挖水坑 做你们的溜滑梯 对不对 还发生工人跌入坑中的一个公安意外 院长你知道吧 我知道 而且你们还要 处长你是不是还要新建一座周竹桥 为什么要做周竹桥 我现在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看你新故宫计划当中 你不是把1.2亿的景观桥 把那个所谓猪罗关日桥取消了吗 你们在南院还盖个周竹桥 还要在旁边盖个溜滑梯 这是因为这个桥是因为从北院的路口进来的话 他如果没有这个桥的话 他就要整个绕行 可以 把他弄清楚 那好 这个周竹桥有用意 那他溜滑梯是怎么样 而且你们把你们最美的图书馆 要把它改成 市厅市 然后呢你们为了来客律 然后呢很多的状况之下面 说实在的你们有问过你们的姚人喜建筑师吗 有没有问过 还有呢还有一段话 那个院长我特别要提出来 为什么要强力的变成这样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你们现在就已经变成了 县力 嘉义县力的南院活动中心 变成活动中心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很多活动 我们一定是有品质的故宫南院 我们不会把它变成这个县力 你刚才说的 那半年被八次展 有什么品质 有品质就不会是如此 而且呢你们做了这么多 我必须要提到 你们自己做的评估南北院 我们往前面去看 你看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63人不知道故宫南院 行销宣传是怎么样 然后下面 你们推出的南北院的连卷 其实呢将近83%人都不知道 所以你们做了老半天 最后我要直指一件最重要的状况 你看你们10月7号 还有一个无人鸡群的 花了我们3000万 而且有趣的是 我真的要问一下 有人把彭子诚委托专业服务案 把他放在一个大标题当中 把他放在大标题当中 我也问了科技部 他告诉我说 这个计划还在审查 11月份才有结果 你10月就招标了 哎院长 你这样是怎样 难道你们四周年 要配合造势吗 11月才会公布结果 你10月就招标 而且你把处长的名字 放在委托专业案的抬头当中 我还要直指 我时间到我还是要告诉院长 你有专业 但是故宫南院 为什么到今天会被这么多人 告病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最后一张 我真的必须要说 因为你们的南院当中 不是没有人才 而是你们的主观 毫无专业可言 你们用了太多 没有相关背景的公务员 南院的公务员跟约聘 你去查查看 有多少人 流动率有多高 有才的人挂罐求去 没有才的人凭借关系进来 你要告诉我哪些人凭借关系进来 我可以一一告诉你 我不在这个局限上一一点名 我只请院长好好地看清楚 南院不是没有人才 而是专业人才 全部都离开的 院长你告诉你 那不知道这些事吗 这个我们故宫的南院 一定要做有品质的 我知道啊 这个故宫南院 我们不能入墨的故宫这个招牌 当然啊 问题是你的南院 现在目前为止 就为了流客量 变成个光光的部分 你告诉我 你要先来 然后才来看展览 但你先做的东西 里面跟专业无关 所以我只能说 你去看看 有多少的人才 最后一张 真的 花得再多 35亿再盖国保馆 如果你只重视一个来客律 然后呢 你觉得 没有欠缺博物馆院长 你有专业 我还是不断地强调 欠缺博物馆或艺术文化背景的人 你只是用地方政府的一些视野 然后让外行人 领导内行人 我告诉你 然后只追求光光的来客律 院长 南院做不出来 比照北院的专业的开启 南院做不出来 报告委员 我不会入墨故宫的招牌 我也不会入墨我的专业 我一定向这个委员保证 我一定会盯他 那你就彻底去彻查 南院的专业人士 跟你们所因为一些关系进来的人 然后做了哪些事情 院长你就请他好好跟我们报告 我们在预算审查的时候呢 我们一一来讨交 好 谢谢客委员 谢谢院长 好 接着我们请书场会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院长 请院长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刚刚前一位是柯智恩柯委员嘛 其实我柯委员的很多专业 我都非常的敬佩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策展的专业 还有策展要有品质 这坦白讲 我百分之百同意 所以我觉得如果柯委员 可以成为韩国瑜韩市长的 国政顾问团之一的话 我想应该就不会提出 要顾宫一次展览 七十万件这样荒谬的政见 其实我是觉得 其实柯委员刚刚很多政见 应该好好的 要跟他们这个韩市长 这个提醒建议 不用只是在这里谈而已 我觉得蛮可惜的 因为有很多建议确实是不错 那如果从策展的专业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 经过这两个礼拜 这个策展一次七十万件 要把顾宫的国保拿出来 顾宫也已经发了两次 新闻稿的态度 表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状况 所以我也觉得 那我们就不用花时间 讨论顾宫你的立场 可是经过这场闹剧之后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所谓的策展 真的是要有专业 要有品质 所以呢 它是从这个 库房到底是不是 应该要有一个适当的 温度湿度 以及空间 它绝对不是把东西直接摆出来 不可能嘛 部长 你觉得我们这几个点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文物之所以不能一次展出 我这边替大家整理一下 再回忆一下 为什么不能够一次展出 因为第一 展品需要挑选嘛 它需要经过诠释 它需要经过布置 才能够把它的意义来彰显 这就是刚刚伟人在垂询的 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故宫的意涵展现出来 这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做吗 这是第一个嘛 展品需要挑选 第二个 展场的空间品质要把关 就是刚刚说的物理上的温湿度 种种都必须要把关 那甚至是这个文物要展出之前 坦白讲啦 现在很多为什么不能七十万件一次就放出来 因为它需要被修复 对吧 很多文物没有经过修复 不要说连放出来展示是不可能的 甚至是连我们如果要做数位化展示 后来不是有这个出来说 我只是要在网站上面公布吗 事实上就算你要做数位化的展示 老实讲 数位化展示之前 这些文物也需要经过修复 不是吗 那不是只是拍了照片放上去 也没有诠释 也没有修复 一些坏掉的文物 这样就叫展示 这才叫做辱墨故宫的专业 不是应该是这样吗 院长你同意我的说法吧 这个委员非常的专业 我们在这里都已经讲了三年多了 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状况 还不能理解的话 这实在是不会坐在这里当立法委员 所以我是觉得总统参选人 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common sense 都没有的话 实在是很难来谈略 问故宫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 如果我们要能够把这件事情真正有心做到好 那院长我们回来谈我们自己的 刚刚有讲修复 有修复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议题来讲 那我们就来看喔 现在故宫你到底对这个修复的人力 有多少的进度 院长你自己看 我们这么多所谓七十万件文物展览里面 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力 气务四件 书画四件 文物图片三件 这个知品一个人 这样十二位的专职修复人力 显然是不够吗 应该是不够的 好那你的方法是什么 委员长你上来以后很务实 所以很多都可以解决 那这个人力的部分你要怎么解决 这个我们受限于原额 而且加上这个劳机法的限制 使得我们的这个原来的 这个您上次也讨论过 所以我们已经在主决议里面 不过我们 希望有一个规划的书面报告 今天可以算出来吗 我们希望这个透过因为 博物馆法给我们的空间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基金 以为的一定比例去聘请专业人力 我们会在那个上面 来补足修复人力 好 非常好 院长我就是等你这句话 等你这句话的原因是 我有更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来看 你现在说你就是要用 故宫文物艺术发展基金的经费 征聘人手嘛 可是我帮你看了 这个基金运用办法 保管级运用办法第五条 其实它有很明白的写出 本基金的用途如下 所以12345清楚的如列 我看到你如果要用来做修护相关的话 其实只有在第四条这里 第五条的第四项 这里有可能的空间 可是修护的前面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变成是你外界捐赠 必须要有指定用途 也就是只有指定用途的捐赠 才可以用来做文物的修复 那你现在已经有把握 你能够得到指定用途的修正了吗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不然你的预算如何来 而且修护人力 和用来做修复 这是两件事情 你这个有办法把它合在一起吗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回答的话 那我会认为 你的这个预算应用是有问题的 报告委员 我们现在发展基金 文物发展基金的盈利 是职位来聘用修复人力的 而且我们把其中 虽然这里累了这么多项 但是我们把它一半用来补修复人力 所以就委员很内行的提出来了 这第五条的第四项 的确我们就是用这一项 你的指定用途捐赠有这么高 高达基金的一半可以用途捐赠吗 这个艺术发展基金 不只是这一个捐赠 它还包括我们每年的 这一个入管的文创商品 甚至于我们的进场费 所以我们的门票收入 其实有一部分是到这里面来的 院长院长 你这样越讲越刚好 就是我今天要询问你的问题 因为来来来 刚刚那个我还没有解决完我的疑问 我认为你的用途和基金规定的用途 指定用途是不尽然相同的 这个是我在希望省预算之前 可以得到答案说明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您又提到了 其实门票收入 可以变成是你的预算来源 但是我必须看啊 这个本基金的来源里面 其实完全没有门票收入这一项 你刚刚讲的 刚好跟我现在要质疑的 确实就是两个方向 我很想听你细不明白的解释 因为如果按照法条来看的话 基金的来源 其实完全没有门票收入 就我的理解 字面上的意义 门票收入 其实是应该完全要缴回国库的 所以门票收入 跟我们每次在讨论来源源数 我们都用这个来确定 来监督 雇工是不是有达标 是不是能够让外界连结 可是第一门票收入 我从字面上来看 是没有办法纳入基金收入的 我反而是要回到刚刚我跟你讨论的捐赠的部分来看 捐赠部分来看的话 你看我们的受赠收入也一直正在下降当中哦 我们的捐赠有几个方向 第一个来源 第一个企业 第二个是个人 第三个是我们的文物捐赠 故宫之友捐赠 那从我们调到的资料来看的话 其实企业捐赠从2019年 今年其实是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的企业捐赠 第二如果是从故宫之友 也就是我把它当成小儿捐赠的话 其实它在104 105之后 也就大幅的下降 所以你的捐赠来源 其实也是减少 而且减少相当多 那这是不是代表了 社会大众对故宫的认同度 也正在降低呢 没错像委员所说的这样 在104年之后 我们的故宫之友 是在下降 那会这样是因为我们以前 一千块就可以变故宫之友 后来变三千元才可以 所以你觉得大家 不太过于消极 再加上最近我们用了很多入管的优惠 所以相互的抵消 所以我们会重新来 这个把故宫之友 这个整个的机制 好好的重新的 院长如果我要坏心一点来看的话 那我就要说 难道我们的故宫不值得你捐三千元的认同吗 他连三千元的价值都不到吗 这就是我们会问的问题啊 好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从你这一段时间来 务实的表现正在进步当中 其实我本来要帮你想的方法是两个 第一个是刚刚我们这个收入管理方作业办法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应该要放宽 我也要讨论这个部分 如果院长您刚刚说的是这个我们的种种的方式不能用在修护 那是不是我们反而应该要修改办法 让我们的运用 运用方式可以放宽 这是第一个 修改办法 第二个反而是 您是不是在公益券目条例当中 能够把博物馆独立出来 让我们的故宫 也可以对外 公开的说 我们可以进行招募 否则的话 那你现在在推广故宫之友等于是招募 是否有违反我们现行的公益券目条例呢 因为公益券目条例其实是说 各级政府机关是不能够发起券目的哦 所以你会有 故宫作为一个领头羊 其实有这样子的模糊的空间在 这也是我今天想要跟院长这边讨论的 所以主席已经站起来了 那我们呢 这这两个在省预算之前 我希望得到故宫的解释 等一下在咨询的过程当中 寻导的过程当中 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 谢谢委员的指教 谢谢 谢谢 谢谢苏委员 谢谢院长 我们现在请张亮万坚委员咨询 好 谢谢主席 我们请院长 请院长 你好 我想今天是谈论有关新故宫计划的一个专案计划 当然是省预算 那我们会有这个专案的一个报告的答询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新故宫计划 从2016开始我们历经了三位院长 包括您 那我们提出来之后 其实在立法院审查的时候就发现 有很多的计划 其实有想法 但是在执行上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在整个预算的执行的效率上 被受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委员质疑 所以我们在107年度 我们开始执行新故宫计划的时候 我们提出了4.2亿 可是呢就被立法院冻结了1亿 好 那冻结了1亿也都还有3.2亿 看我们的里面的那个预算执行情形 那其实当年度的绝算数 竟然只有0.53亿 当然我知道卡了一些问题 包括文资的问题 好 那我们保留了2.67亿 那准备在今年执行 那你看今年的执行到8月底呢 也都还有7100万还没有执行 其中还有3000万呢 你们答复我们是要到109年的8月 才能够支用完毕 好 那我们看看 第一年度我们的预算执行的情况 是这样子 到了108年度 也就是今年 今年我们又审查了 又给了 又要了这个8.38亿 我想这个新故宫计划 是从107年到112年嘛 那第二年的计划8.38亿 在我们审查的时候 就被冻结了3亿 因为前一年度的执行的情况 好 那现在到8月底为止 也执行了1.011亿而已 换句话说 我们到108年的8月底 我们还有4.37亿呢 上代执行 好 那你们告诉我们说到年底以前 能够执行的也只有2.03亿 那还明年呢 还要大概继续执行 还要留到明年2.34亿来执行 看下一页 我们看一看整个新故宫计划里面 这个我们108年度上代执行 跟107年度上代执行的这些预算里面 其实都有一些根本的问题要去解决 其实我看 顾宫北院 北院的这个北侧 顾宫北院的北侧 这个院区 一开始你们大概今天 那个院长的报告里面 也提到了说 因为办了公听会 大家对这个华表堂道那个有意见 所以我们把那个取消掉了 那南侧的这个文资的问题 还有这个北侧的这个 要新建大楼 可能也有土石流 那个浅市区的问题 等等的你们都一一 我看你都一一的务实面对 也做了修正 这个是院长上任后 我们看到你要去 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诚意 所以你大概整个计划 从101亿修正到87亿多 这是我们看到今天你的报告里面 告诉我们委员会的 那我们还是比较关心就是说 其实当时在提这个新故宫计划的时候 初五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咨询过 包括自长率的问题 人数估算的问题 刚才委员也提到 我们到底怎么去估算 人数是不是 参观的人数是不是 唯一来检视 整个新故宫计划 或者是整个故宫营运的一个 最主要的绩效指标 那这样子的 会不会招肩 帮我们策展 会不会走位了 那这个东西当然 我看这个预算 我们现在省预算 我们看预算的时候 我们也很担心 好我们看一看今天凌晨 今天凌晨 听说这个琉球的首里城 那个四五百年的 这个世界遗产 就这样火灾 烧掉了 那我看到你们现在在做新故宫计划 那北院的院区 其实也都比较老旧 为什么要做新故宫计划 我们本来之前 前朝做大故宫计划 大故宫计划 要扩建 扩建地方的名义 不见的支持 所以后来提了新故宫计划 那新故宫计划又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那院长我看到你的预算修正 是有面对这些问题 是的 好那面对这些问题之后 我要问一下院长 看哦 我们目前执行的这两年度 我们有一些绝标的案件 多数是在南侧 北院南侧 是 那其实我们 比较重要的是北院 北侧 北侧 北院的北侧这些 北侧这些 绝标 上次我问你说PCM绝标了没 你说刚好要准备绝标了吗 已经绝标了 绝标了好 那绝标的 我们面对像南院 南院也发生了火灾 后来那是基电的问题吗 对不对 是的 好那我们 北院比较老旧的这样的 这个 北侧 北院北侧比较老旧的 这些建筑群里面 跟我们现在要做的 扩建整建计划里面 在这方面 有没有特别去强调 有 不只是这个火灾的问题 其实也有落水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一并的处理 就是这个PCM的 得标的厂商 你们特别特别要跟他们提这个问题 已经特别 当时候招标的时候 就已经跟他们说了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 就是这一些老旧 尤其是北院 其实北院因为它更老旧 然后管线更复杂 这就要全面的一次的检修 要全面一次的检修 对 就绝对不要让那个残居 我看今天很多 过去也去过 去过这个守里城 这琉球守里城如果烧掉 坦白讲 到琉球去也不 它那是最有代表性的 那是很大的损失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那当然故宫在台湾 我们已经看到它的这个 一些重要的展览 展品跟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我想我们现在整建的时候 这个消防的问题 一定要特别重视 我们一定会特别重视 我想这个东西 要特别特别重视 好 我们再看一看 你们109年度提出的预算 来 看下一页 是这一页吗 好 我们看这一页 好 我们刚才有讨论到 107、108 提出了两个年度的预算 到109 然后呢 我们又看到整个109年 现在要审查预算的结构里面 我们看到4.67亿是一个延续性的计划 那3.89亿是一个新增的工作计划 那我就要请教这个院长 就是说 没有错 你上任之后确实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也相信这4.67亿的延续的计划 将来在执行上会比较顺利一点 但是我们109年度 我们107、108 我们给你这些预算 执行的都 当然有一些卡到一些卡关卡 遇到一些问题执行的效率比较慢 你都还要执行4.67亿的 那你现在增加了3.89亿 它的性质是什么 也是延续性的进度吗 如果只是延续性的 你之前的还没有做好 那现在你要这些钱有办法做吗 或者是新增的计划 你有办法发包吗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北院的这些 这个困难已经排除了 所以我们马上就会进行 各建筑物的整形规划设计 还有马上要搬到中继空间 然后进行这个顶藏研究大楼的改善 另外一个很重要 刚才委员也帮我们提醒了 就是要太就基电空调 这个整个 还有南院的国保馆的建筑师 也已经这个征选了 阿里山桌桥工程的建筑师 也已经征选了 另外一个 南院的五大管线 我们全部的这个整理清理 就是因为那个上次有那个小火灾的关系 那包括那个我们一并处理 我想这个东西一定不要 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那在这方面的安全的这个考虑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重视 既然是新故宫计划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省预算可以再提 不然我是要跟你问说 南部的这个国保馆 刚才你有提到了 就是说那个建筑师的领选 那个35亿的进度到底怎么样 你说是明年会 建筑师已经 设计建筑师已经 绝标了 对 那明年的进度呢 我们现在省明年的预算 明年打算做的进度呢 做到设计 明年可以做到设计 规划设计发包 好 我想我们省预算再来提 就是说你整个执行的预算的效率 我希望院长上任之后 确实也解决了一些 务实面对一些困难 排除掉了 要像执行 这个预算执行率 把它提高的这个路上来走 我们希望在省109年预算的时候 你能更明确回答我们 也希望明年预算的时候 不要又进度严重落后 好谢谢 谢谢委员的督促 谢谢 谢谢万坚委员 谢谢院长 现在我们请黄国书委员直询 谢谢主席 有请院长 请院长 委员长 那好 那好 有人说要把故宫的典藏品 一次展出 会轰动全世界 当然就惹来非常多的笑话 那各界都批评了 我想博物馆的专业都批评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了 博物馆的典藏品 可能一次展出吗 这是一个问题 再来 什么叫轰动全世界 什么叫轰动全世界 好 后来 他们又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批评了 批评这个说法的人 批评的人是没有数位的脑袋 好 数位 那我们来谈数位啊 那数位就能够轰动全世界吗 现在 故宫 有没有在数位展 报告委员 我们有在数位展 有啊 有在数位展 我跟你看 现在 国务馆馆就在展 对 现在就在高雄市立美术馆 我们故宫就跟他们合作在数位展啊 就在韩市长他自己的城市 就已经在办数位展啊 搞不好他自己都不清楚啊 他可能也没去过啊 他可能也搞不清楚什么是数位展 然后还要人家来帮他善后 好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按照 他的国政顧问团张三政的说法 批评说 你们都没有数位的脑袋 好 那我来问一下 馆长 这个馆 高美馆在展的这一个 故宫国宝新进的这个数位展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轰动全世界 这个 有轰动全世界吗 那看起来是连高雄都没有 大家都知道 好 高雄知道 高雄都没有 高雄都未必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就谎话连篇 我觉得 我觉得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不懂专业 坦白讲数位展也要专业 不是随随便便 即便你数位也不可能一次展 我们现在故宫已经在进行的数位展有哪些 你看这个都很主题性的策展 国宝新进 生态想想是跟南洋博物馆 海错骑车是跟海洋科技博物馆 水不再生故宫数位展 这个是跟国之图在展 动物异想 故宫新媒体转 就每一个都有主题 连数位展都要有主题 也不是一次展 是的 天哪 怎么会有人用这样子的说法 最麻烦的是 这个说法还误导了民众 让社会以为博物馆是这样的东西 可以这样子搞 可以那样子搞 我觉得我们故宫不可以让那种 成天空想要发大财的人来践踏专业 比如我在社会文化委员会 一定要要求这个事情 而且是故宫是全台湾 是国际非常重要的博物馆 我们的专业可以这样子被践踏吗 我们会这个完全的抓住专业 其实所谓的数位展 也有数位展的专业 当然啦 有主题有专业啊 现在故宫要做的事情 不只是要数位化 而且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国际化 我上次有提到的 我们故宫要想办法 透过公众领域贡献宣告的 这一个创用息息授权条款 去跟国际接轨 这个你们要快点去做啊 这个才是国际化 你要轰动全世界 所以你不如去参与这个创用息息授权条款的这个平台 叫做息息灵 你才能不能参与国际啊 这个是我们马上做的 而且这个是全球的博物馆现在都在进行的 是的 我们故宫现在还停滞不前 你马上就可以去做了 是的 可不可以 这个可以 我们目前因为上一次这个委员帮我们提醒 我们把原来的那一个 版权所有的那一个已经拿掉了 因为我们遵照我们现在这个open data的基本的精神 其实是比照息息掰 4 掰式 好 你们快点透过这个系统去跟国际接轨 是 好 再来 我们有这么多典藏 数位化了嘛 好 姑姑现在数位化完成率是26%了 但是最主要是图书文献的完成率是很低 是的 我们的书画类已经完成95% 器物类完成85% 是 好 我们这个都有已经数位化了 现在是 我们数位化了以后我们要去做呈现 我们故宫的网站啊 我给你们看啊 可以看到3D的文物 就只有这五件 那我们是花了199万啦 就是说我们数位化了以后 我们还是要透过我们的网站 让大家可以看到 是的 好 只看到这五件 那花了199万 好 如果院长你仔细去看这五件 非常的不理想 品质奇差无比 非常不好用 跟国际的水平差太多了 你看到这3D文物 你进去看 难用的要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当时用的这一个动画程式的软体啊 我们是用Flash Flash这一个系统是1996年那个时候 是的 的东西耶 科技的进步很快 不是 不是 那个时候它只能用2D耶 是的 你怎么会拿这个东西来做3D呢 这个是哪一个单位办理采购的 哪一个单位 教掌错 你怎么会用2D 他只能做2D你来做3D 而且你在你们的网站 还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看到 透过3D来看到这个文物 画质奇差无比 而且它也难以使用 我就 这个是大英博物馆 你现在手机一打开就可以上网了 大英博物馆 他们的3D的系统 它用的是什么呢 SketchFab 它可以怎么动啊 你要看旁边 你可以立体的转向 你还可以把它放大 清楚的不得了 你还可以上下翻转 它有非常多这样子的3D立体的功能 请问 我们故宫的所谓的这些数位点藏品 这些3D文物 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技术吗 有 技术上是可以 有吗 问题是现在有没有 未来 如果我不讲 你们还是持续用这样的技术 而且 明年度预算 我们还是要用前瞻计划的经费 要用这样的技术的规格 还要继续做 这些点藏品数位的扫描 这么小的一大堆 根本不能用 不能看你难以跟国际接轨 也没有办法国际化 所以院长 当我们在此效 有人说要轰动全世界 那当然是一个值得此效的笑评 但是我们也回过头来想想故宫 我们国际化到什么程度 我们有跟国际接轨吗 我们现在运用的数位的技术 有做到吗 我们还用那种老掉牙的 1996年的那一种技术软体 还继续在我们的故宫 这么重要的 全球最重要的华夏文物 还继续做数位典藏跟展示 所以 我觉得顾宫你们一定要写报告了 好 谢谢委员的督促 其实因为数位 平常大家讲数位数位 其实数位有很多种 而且技术更新很快 我们一定会造委员的督促 很快的赶上 至少我们必须跟这个国际 有名的博物馆同步 你有没有那么同步吗 一个月以内检讨所有的 数位典藏的使用的软体 你不可以再用过去2D的技术 来做故宫典藏品的数位化 掃描典藏跟展示 至少你的网站 那你不能再用那种老尿牙的2D的嘛 你开始要用3D的吧 是的 可不可以 可以 全面性的检讨 全面性的检讨 好不好 是 好 一个月以内提出检讨报告 不然的话 这个预算 我们怎么给呢 是的 好不好 我们会检讨 好 谢谢 好 谢谢黄国书委员 谢谢院长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请李立芬委员 主席好 麻烦请院长 院长请 院长好 其实刚刚蛮多委员都有提到 韩国瑜市长讲的要一次展全部展 其实他讲这句话真的是把所有的博物馆从业人员 大家都惊呆了 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后来张善建先生又提到说 其实他讲的是可以用透过数位化 还是北院扩建 还是文物蓝签这部分来做 那其实刚刚院长在回答其他委员的咨询的时候 也都有提到说 其实这部分我们都有在做 那其实对于这三个部分 我对于特别文物蓝签这个部分我特别有感 因为过去我们确实故宫 有一些文物要去其他地方展览 好像有一些委员就会有意见 还是说我们有一些文物要不要去南院 这个巡违展 还是有一些委员有意见 所以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真的是回到我们的博物馆的专业 我们如果可以让故宫好的部分 我们的政策我们都应该一致的 就是我们都能够来支持 那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对文物蓝签这个部分 我在教育文化文会这三年来一个很有感的一个地方 好那接下来我要跟院长来讨论的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就是新雇工 我们新雇工计划 我们外界比较瞩目的部分 可能都是在北院的整建或是南院的国宝管的一个工程 那其实我一直跟我记得我上次有跟院长说 其实我最重视的反而是我们的第三个分项计划 就是比较是偏向软体建设这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博物馆群的国际观光网络系统建制计划 可是呢因为我们每次一提到新雇工 大家都会想到说 你就是做雇工的整建 你就是相关的修复 你是工程的部分 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观光网络系统计划呢 你雇工是一个博物馆 你为什么要去做区域观光 然后要去整合各家博物馆的工作呢 院长你听到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质疑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回答 你要怎么去解释 跟委员报告 没错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博物馆 都在文化部的下下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外国的观光客来台湾 所有的博物馆的首选是故宫 所以我们希望来故宫的这些 外国的观光客 也可以看台湾的其他博物馆 这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 爱台湾博物馆卡的这样的计划 希望把这一些来故宫的外国观光客 可以引导到其他国内的博物馆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这几年来我们故宫的文物 被外国的博物馆借出去展 借出去展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要求 就是所谓的回馈展 但是他们的回馈展 因为受限于我们故宫的展示空间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回馈来的展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展示空间的不足 一方面可能是内容的性质 不是那么样的符合我们故宫 所以我们希望把他们转介到其他的国内的博物馆去展览 是 对 其实刚刚院长的回答我非常的肯定 因为其实我觉得博物馆群的任务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故宫又不是文化部 你为什么要去做整合 可是刚刚院长你就讲得很清楚 因为其实我们在国外也看到说 博物馆的结盟 跟博物馆群的一个推展 其实它就是由国际知名的大博物馆来领头 然后以大代小 所以就像刚刚院长所讲的 所以其实我都认为说我们故宫 其实就是可以来当我们博物馆群的领头羊 然后也可以把我们台湾的博物馆的品牌 可以来建立起来 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是当仁不让 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说 院长要吉利的 一定要勇敢的捍卫说 这个就是你们要做的工作 是不是 好 那其实我也看到说 你们去年就是有20家的博物馆 你们有成立博物馆的友善亲子联盟 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你们去让20家的博物馆 大家一起来讨论说怎么样子 让我们的博物馆对我们亲子更加友善 那其实你们也都有办国际研讨会 你们的第二届其实就在上周完成吗 是的 那院长你有去参加吗 有 那主要这次论坛讨论了什么 因为我们在立法院审议上很想去参加 可是没办法去 所以院长要不要分享一下 这次主要的论坛讨论哪些事情 讨论哪些议题 那这一次我们请来的巴黎还有这个美国还有韩国的这个专家来 做了两天的这个论坛 而且我们把其他国内的博物馆也一起找来 因为我们就是刚才说的这样子 我们布公还是一个比较有国际化的一个国内的馆 而且我们跟国际的连结比较多 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把国外的人找来 然后可以跟国内的其他的馆一起做这个论坛 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博物馆这一个联盟 我们希望故国能够做尽一点拼搏之力 好 谢谢 谢谢院长 那我也看到 其实我们在新故宫计划109年度的预算 我们这一项的分项计划其实会进行到执行的高峰期 所以我们这个分项计划我们有13个子计划嘛 那个院长我们明年会不会全部来启动执行 我们会不会有信心可以全部执行完毕 我们这个几年来这个在三个子计划当中 就是第三个子计划 因为没有那些工程的问题需要排除 所以相对的来说我们的执行是比较顺畅的 所以我们有信心可以很顺畅的执行下去 好 谢谢 那再来呢 我也看到我们前阵子在暑假的时候 我们故宫有跟多个动物园 我们有合作的一个故宫动物园 那其实真的很受好评 就是我们把文物跟动物园的标本 我们把自然科普跟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很受欢迎 我有拿到你们用河马大便做的纸张 所以是很特别 那你们还有每一周都有跟剧团合作 有一些表演 那我的助理有趣看 他说真的很欢迎 很受欢迎 然后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被小朋友塞到了 好 那我要提这个活动 就是说 其实这也是凸显我们故宫北院的本馆的部分 就是说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承载量 我们的空间真的十分有限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把北院这个部分做一些改善 那我这边是有一个小建议 就是说既然人这么多 我们当时有没有想一些办法可以让人潮做一些疏解 例如说我们可能可以把活动的密度再提 本来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还是怎么样几天 不是只是展示在那边 我们是经过思考 经过计划 然后设计的一个展览 其实是受欢迎的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院长 谢谢李立芬委员 接着我们请蒋乃馨委员 主席请院长 请院长 好 院长好 我想今天的新雇工的专案报告 我从下面几个方向来跟院长就叫 当然还是第一个预算的执行进度 这个以下的资料都是你们雇工给我的 很多的资料也在今天你的专案报告上面写上去的 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所以108年8月 你的执行率是20%不到 只有19.7% 那107年的预算 我们来看下面一张 107年的预算一共4亿多 保留冻结了1亿多 还有3亿多 3亿多你们保留了2.67亿 请其他的官员坐到委员会上 不要在院长旁边 因为院长负责这个事情 今天又是新雇工的专案报告 这些基本的数字 院长都应该要知道 所以冻结了1亿108年8月执行数 1.16亿 所以107年的预算还剩下2.51亿 至于8月以后的执行到现在 你不给我 现在10月底了 你把9月就增加了多少 10月又执行了多少 没有 没有数字 不给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页 108亿的 108年的预算数 8.38亿 请坐 主席主任请坐 跟你无关 我已经讲过了 坐到你原位上 不要坐在那边 请你回去 108年8月执行数 1.01亿 所以108年的预算 还剩下7.37亿 这数字很多 109年你要编多少 对不对 要编将近6亿 你做得完吗 你做得完吗 所以我们107年 跟108年 107年 保留了 到现在 还有1.51亿 没有用 照你们的数字讲 冻结1亿 108年 没有执行的是 7.37亿 还有9.88亿 什么时候可以执行完毕 你到今天年底 可以执行多少 跟委员报告 我们107年保留了 2.67亿 到今年年底 可以执行2.37亿 好 执行2.37亿 对 你今天报告上面 也是这样写 是的 那108年的预算 是因为 这个到8月 我们才把这些工程的问题 给排除掉 所以我们才选出了PCM 所以根据这样的话 我们108年 可以执行3.04亿 好 我们看下面一页 这数字都是你们给我的 9到12月 107年的保留数 你可以执行1.21亿 108年的预算 你可以执行2.03亿 所以到9月到12月 你可以执行3.24亿 对不对 是的 做不到怎么办 这个我们今年 这个到108年的 这一些资用数 5.38亿 可以执行3.04亿 不是吗 做不到怎么办吗 我们这个重大的 这一些问题 做不到怎么办 都已经排除了 所以 做不到怎么办 这个 做不到怎么办 针对我的问题回答 其实 这个 很简单 告诉我 做不到怎么办 其实政府的 这个 层层都有 监控的机制 做不到怎么办 我们自己 当然 这个 行政机关 做事情 一定有 我会看下面一页 你说 109年 明天年底 你会花掉8.56亿 对 是的 这段时间 你说 你说这几天 到今年年底 到今年年底 你可以执行多少 108年的预算 你可以到今年年底 可以执行多久 109年的预算 到明年年底 你可以执行多少 请你给我一个数据 请你给我一个数据 不给 一直到现在 不给 同时 我还讲过 如果没有办法执行到 谁负责 如何负责 不给 没有 今天你在立法院 一直想说 可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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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年底的数据 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 谁要负责 没有 谁要负责 我们跟委员这样 说就是因为 我们预期他可以做得到 对 如果做不到 谁负责 如果做不到 我们就会追究 责任在谁 就必须责任在谁 你这个话 为什么不敢在书面上 给我个答复 到现在都不给我答复 因为我们一定 第一个 我们内部要有层层的管控 不要讲这个话 另外行政院也有管控 我多很清楚 我多很清楚这些管控 可是管控没有一个人去执行 管控的机制有 没有人执行 有什么用 你今天可不可以在立法院 讲出来 谁来负责 如果预算执行到 给你的预算 你无法执行 谁负责 你如何执行 如何负责 到现在都不敢讲 好 根据院长 我们再看下面 这是你上次 前两个礼拜 在委员会给我们的资料 109年的预算 5.92亿 有2.03亿 已经发生权责 发生数 这是109年的预算里面 这是这个表示 你自己上次 在委员会给我们的资料 审查预算时候给的 然后中间还讲 没有支付 将违约 没有支付 将违约 跟委员抱歉 这个是我们的同人 在送出来的时候 一个事物 你送到委员会里面 给委员 恐吓委员说 谁负责 这绝对不是恐吓委员 你听我讲完 你听我讲完 好不好 我们看下面一张 你108年有三亿 你为什么不要求解冻 你那个才2亿多 108年的三亿 你到现在 为什么不要求解冻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是 不敢要求 为什么 怕你无法自洗 对 对不对 所以 包括委员 包括委员 我们就是十四九十 你也不敢解冻 然后让脚裤 108年三亿 你也不要求解冻 你要让他去脚裤 为什么 可以让你的执行力提高 让你的责任减轻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 这个是主纪总处 昨天给我的 就是真正你刚刚讲的 没有付钱 没有钱付的话 会违约 主纪总处跟我讲 对于 你看黄泽 对于以奉本院 核定的延续性工程 我们新雇工计划 什么时候核定的 今年九月才核定的 你在九月之前 怎么可以办 延续性发包 请你在旁边的人离开 请旁边的人离开 把你手上的东西带回去 我怎么已经强调了 都不会听呢 这么不尊重立法院吗 一个身为院长 这件事情不能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会被下面蒙蔽 你就别说 你在立法院的答训 是骗立法院 所以这基本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还有下面提醒你 所以第一个 你在发包 说行动院还没有核定 你的计划 第二个 各机关于厂商签订 合约时 应列明 应列明 是应 以后年度所需军费 未获立法院审议通过 获部份删减 得以政府采购法 六十四条规定 办理 然后 但不得以 业金一次发包 作为请求核准 最佳预算的理由 是的 所以你今天根本不应该在立法院讲说 同人的失误 你那天审查的时候 发给大家一人一张的时候 怎么不讲 这是同人的失误 所以我要收回去 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没有啊 怎么我到今天来词询的时候 你才来讲这个话 如果我今天没有词询的话 我没有拿出这张的话 你会讲这张话出来吗 你会把主席总处的这个东西 放在眼里面吗 你合约业上面有没有列明 如果你有列明的话 你怎么还敢敢威胁立法院 如果你没有列明 你们就失职啊 所以我们这一次给委员的 都是实际的执行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怎么敢把预算给你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执行新公共的预算呢 所以我昨天 说实在的 我已经在浪布了 你知道吧 我就跟你们讲得很清楚了 你一直要敢负责任 我预算给你可以 可是你到现在不敢负责任 你到今天为止 到现在为止 你不敢白纸黑字写出来 你要负什么责任 金公共要负什么责任 谁要负什么责任 如果预算无法执行 谁负责任 是的 这个每一个事情 在每一个层级 都必须要有人负责任 当然关于啊 你写出来啊 那有一些 到时候要有所谓的规则问题 这些规则有时候是规则于我们 所以 规则于外面 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别人预算 冻结就不要解冻 冻结就不需要解冻 没有人需要负责任 然后预算保留 预算三亿多 保留了两亿多 然后 不要任何人负责任 三亿多的预算 只吸取五千万 四亿多的预算 只吸取五千万 不要任何负责任 然后还希望 立法院帮你的忙 把预算删掉 把预算不要解冻 然后帮你减轻你们的责任 有这样子做的吗 跟委员报告 有这样做的吗 以前的那一些执行 是因为那些工程 有很多的问题障碍 所以我们一一的 把它排除 到了今年的后半年 我们修正了计划之后 然后才能够 顺利的推展 院长 执行部队打仗 下军令状 都不敢下吗 这个仗怎么打 今天 一个新国公司计划 八十几亿 没有人要负责任 预算的执行落后 进度能不能无期 工程的品质 怎么样 没有人敢负责任 没有人愿意负责任 今天立法院怎么敢把预算给你 你有什么资格来做院长呢 我请你把一个白纸笔子写出来 你都不敢写 我就是下军令状 所以才让上一次的 你把军令状给我看 你下了军令状给我看 给我看 所以我才说 你军令状拿来我看 所以我才说 我看 我们的每一个成绩 必须做 不要讲空话 不要讲空话 白纸黑字的军令状拿出来看看吧 你说你就下了 下的东西给我看 我说我才跟我们的同仁说 这个一定要负责任的院长 凭什么资格向立法院要求81亿的钱 委员好 谢谢院长 我们现在请许智杰委员咨询 我们请院长 委员好 院长好 这一阵子故宫的确是很热门 那那个故宫文路展 这个70万件一次展 我想这个社会上已经很清楚 说这不可能了 对实际上不可能 那后续呢 有人解释说 那个数位展 那我想了解一下 现在整个数位的进度 做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一个不同的类别 它的速度不一样 而且所谓的数位化 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如果是一个 简单的数位化的话 我们的书化 已经有95% 如果是器物已经有85% 如果是图书文献有18% 简单的跟复杂的怎么分 所谓的简单的就是 把文物 不论它是平面的或者是立体的 就照一张数位的相片 这是最简单的 那如果是这刚才我说的那个数目字 基本上这是这样的数目字 但是这样其实只是可以形成图库 然后透过人的这一个检索 去拿出来欣赏 不过要从这一个几十万件里面 拿出来欣赏 其实也要花到相当的时间 所以你们比较简单的做了八九十% 那比较复杂的做到二十几% 是的 所以你可以看嘛 这个在之前的政府 从91年到105年完成了17% 那我们现在过工从105年到108年 已经进展到26.49% 是的 所以你们有做的事情要讲啊 那我们是有这个发布新闻稿 把我们这些数据 因为外面讲数据的时候 有的时候讲的不是很精准 所以我们把一个比较精准的数据 我们有发新闻稿 所以你现在很精准的告诉我们大众 就是说在比较简单的 你做了八九十% 那比较复杂的 里面点进去可以看的比较详细的 就是之前十几十四年 做了17% 那今天我们用三年的时间 也做了将近10% 是的 所以这个是故宫的成绩 为什么不讲清楚呢 应该对社会 其实我就跟那个院长建议一下 很多事情我们不分蓝绿 就是说我今天 整个未来故宫的愿景 那我在数位展上 我将来是不是要做到 希望做到100% 这个当然这是理想 但是要做到100% 还必须投入相当的时间 所以你们有没有时间预计的进度 因为这个图书文献的数量相当的庞大 图书文献占掉我们 故宫所有的文物的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规划的进度 有没有规划的进度 是有规划的进度 但是看起来是 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那可不可以简单的报告我一下 规划的进度是什么 当然这个要做这样的事情 必须有像有前山基础建设这样的 特别的预算支持 要不然的话用我们自己本预算 其实进度会相当晚的 但是我们又不敢保证说 像这种前瞻建设的预算 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你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今天假设 我就是论事 我今天故宫所有的数位展 我大概分几个阶段要完成 那每一个阶段大概要花多少钱 那我现在就说将来不管政府 是谁执政 我都希望我每一年能够编多少钱 数位化的这一个项目 我们有每年多编钱 所以我问你规划的进度 另外一个是 其实所谓的数位化 也有因为时代的 店长我大概知道你意思 我要给你一个观念 就是说参考 其实不分蓝绿 我故宫的数位展 是不是应该要推动 数位化是不是要推动 一定要推动 是吧 所以我希望 我规划的进程是什么 我不管民进党 国民党任何的政府 都应该支持 我故宫长期的数位化的推动 那将来我故宫要行销全世界 我从观光的角度 我能够让全世界人看得到我的数位化的东西 他要来看具体实体的东西 他就意愿比较高 所以这是我们故宫未来的方向 那你把这个规划定出来 把这个程序定出来 那未来不管谁执政 大家可以去检验 就说到底哪一个党执政 比较会重视 我们这一部分的规划 但是你一看就看到 比如说你现在规划 我们三年做了 9% 10% 是的 对不对 那后续还有70几% 是 所以还要做20几年 那如果是经费 可以再更充足的话 可以做得更快 那你就是说 比如说你们现在 可能有一些是书画的 有一些是 那个器皿的 那有一些不同的类别 你把它分出来 那你每一个类别里面 可能有重要性的 比较特殊的 有几% 你把它先定出来 那我现在希望说 我比较器皿类的 比较重要的 我大概要希望先做到 30%还是40% 我今天书画的 我比较重要的 比较特殊 世人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的 我做到20% 30% 或者是50% 这个不是你们内行吗 你内行的 你要把这个长远的规划 今天一天没说 一要AI的时代 观光会变成一个世界的重点 那观光变成世界的重点 故宫一定是 相当一个特殊的地方 世人过来台湾 他一定都很想到故宫去 那今天如果说我们故宫 可以有这样子一个 比较有计划性的 把我的所有的文物 都做那个规划 数位化的程度 把它定出来 那未来 全世界的人可能更多的机会 看到我们故宫比较可看性的 优先的那30%或40%或50% 那这样子对台湾的宣传 就有很大的帮助 未来你不管谁当执政党 你都要 一样重视我们台湾的故宫的数位展 以致推动我们未来台湾观光的文化 这个都是联动的啊 是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个计划给我 给我们不是给我 给我们国家 未来不管谁当故宫的院长 不管谁当执政党 这个部分方向都是对的都要做的 我们会把我们故宫的数位化 做一个全面的整体的规划 所以你 你就说政治的纷争 纷纷扰扰 但是你如果像 那一天韩国瑜在讲这个大话的时候 你如果是告诉全台湾的人说 我故宫其实是很有眼光的 是逐步在进行的 是按程序 只是说经费的配合 我也有分阶段 那我这个无关蓝绿 这个大家都要重视 那不是正好是你故宫 可以凸显你一个专业的特色 跟对台湾未来观光的发展的帮助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吗 会的 我们会把这个故宫的数位化 做一个master plan出来 好不好 那你看什么时候就把这个计划 你做好就公出一室嘛 让国人知道 这个是为了我们台湾的方向 好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这个结果 我们在两个月内会提出来 OK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徐委员 谢谢院长 我们现在请林奕华委员咨询 主持人好 我们请院长 请院长 院长好 我在之前其实就在业务部门质询的时候 就有个问了有关于我们 就是参访人数的问题 是 那我们看到就是报告里面有提到 北院参访人数的逐年下降 但又说105年的时候呢 南北院总参访人数高达614万人 低近世界第四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622万人 所以请问一下这个数字是正确的吗 这个数字是我们统计出来的 是正确 但是是不是纯度不足 我们问一下 因为根据报告 南院参访人数有148万人 你可以告诉我这里面有多少是买票入场吗 还是多少是使用公共空间 因为我看下来这一年特别特别的高 然后 有多少是买票入场 还是只是在外面晃一晃 跟我们报告 105年是因为当年正好是开馆 所以有开馆的新鲜度 所以 所以你说现在这些人数都是有进到馆内 买门票 105年的148万不见得是买票 因为我们当年开馆的时候就有免费 免费吗 对 因为一方面是免费 一方面是有这个新鲜度 所以充得很高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数来说 到底买票人数进入的比例带是多少 你们有没有算过 我觉得未来应该要 有有有 南北院各自算 对 都有计算 买票的比例 买票比例是多少 真的有进到里面去看的 北院的买票的比例 这个比较高 南院的比例比较低 比较高是多少吗 我可以 但你看你们连这个都 这很重要啊 是 所以 好我就举你们报告里面提到的 你们也提到说罗浮宫 933万人次 大英博物馆670万人次 大多博物馆620万人次 那我看起来我们真的没有输太多 但是你认为这其中购票入场的比例差别大不大 从展场面积跟入管人数来比的话 其实我们的入管人数不见得很低 甚至于排在前面 没有 但是问题是我们讲的是620万人次啊 那就看来就是跟这些国家的这些大世界各大博物馆 看来才几乎逼近世界第四大哦 是的 我真的觉得到底我认为很有灌水的先例哦 我觉得这是灌水啦 我自己觉得有灌水的先例 因为你们把那个就在外面走一走的啦 是不是来这边到故宫园区 不一定进到里面的 我们全部都算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108年度到9月底为止 过票参观人次就有202万 有202万 对 所以其实是相当高的 因为因为它如果是过票 你刚才有说浸情你有算吗 你又告诉我之前比例 因为我们看到大概比例是多少 多少是有进到里面去参观的 你刚刚南院北院你有分开讨计吗 所以分开麻烦说一下大概是多少啊 北院今年是67% 你又讲今年啦 我都说疫情啊 因为你说以前都有算啊 去年是72 去年72 南院呢 南院去年是26% 今年是11% 今年11%是买票 有买票进到里面 是的 是的 所以南院真的非常非常的低哦 那北院的话72% 今年是60几 67 好啦没有我只是 就像委员的数据看到的 我们都还要再检讨啊 因为我们南院的这个入管人数 明显的有下降 但是少啊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拉上来 对 但你减少了 你真的里面购票更少 才11耶 对不对 那等于是76万来讲 可能只有8万是真正自己买票进去 先让人数拉上来 再进一步的让它购票 那你们问一下 你们因为有说嘛 看起来你们又说 从108年以后 会开始预估增加入管的人数 会增加 但是你新雇工的自偿率 却从一开始预估50.54% 下修到现在只有26.96% 那我们说说 为什么自偿率会下降的主因 是以前高通的还是怎样 第一方面是这个计算的方式不一样 计算的方式不一样 第二个是 上一次有委员跟我们指教 说我们太过乐观的边类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是核实的边类 你如果说核实边类 我还想说我们可以来检讨 但你说方法不一样 如果方法不一样 那故宫我们就觉得很怪了 你还会计算方式不一样 我们上次的是用这个总额法来算 现在这一次是由净而划算 所以计算方式不一样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上次对于我们的增加人数 预估太多的热关 用书面回复 那好 所以看来的确很多是免费入员 来加到这里面 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把真正买票 跟真值是我们鼓励的 我们应该分开来看会比较明确 那另外南院外国人只有2%是不是 是的 所以就代表南院现在是 基本上是国人 根本吸引不到外国人 基本上是国人 对啊就吸引不到外国人嘛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南院现在叫做故宫南院 但是外国人还是不进故宫南院 基本上是国人 因为故宫的定位 对 他应该就跟其他博馆不一样 就是在希望国际观光客要过去啊 那这也是为什么要是南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国际观光客能不能到南院 其实还有其他的因素要考虑 好啦对 但是我说 但我从数字看就是说 根本就吸引不到外国人 所以这部分我们应该要来改进了 所以看起来就是 参访人数 我觉得我们这样加益就看好看 但事实上预算收入 说明了很多都是免费入管的人数 好 所以我觉得这样我们来讲说 快追上世界顶级博物馆 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自己这样碰红 从事物馆人数来说 的确是 你不能这样说啊 我们不要美化数字啊 因为为了选举 好像是不是连故宫都成为美化政绩的 好像要成为这种打手 就不需要 我们要务实的来看 才能够真正把我们要的问题给解决 然后另外还是一项 我的关心就是 我们既然要停止 国际观光联盟组织业营运计划等等 那但是你要继续做爱台湾博物馆卡 体验台湾文化套装形成的APP 然后博物馆便利行建就说过 这些不是都像文化部跟交通部的业务吗 那为什么你们坚持一定要由你们来做呢 是这样的 跟委员报告 交通路线规划你们有专业吗 还是行销台湾文化你们是专业 故宫专业 跟委员报告 其实国际观光客来台湾的话 故宫是他们的首选 在博物馆上 是你们是首选 但是不是由你们就来囊括这些工作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 我们发行台湾的博物馆卡 我比如说 我非常非常反对 故宫花时间做这些事 故宫有你们该做的正事 这些事情文化部跟交通局去做就好了 所以还是要再次重申 既然有些不做 我希望连这些都不要做 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们的专长 好所以我还在审议算是 我还是要表达 我希望你们更专心去做 故宫该做事 为什么要讲那么多人数的事 怎么样让更多国际观光客 或更多人愿意买票进到故宫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做最好的一个正事 好那我们就先直言到这边 好谢谢谢谢林委员 谢谢委员 谢谢院长 好我们现在请吴思亚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尤其院长 请院长 当然故宫的本物本业 我们把博物馆内 基您的有声有声有色 但是我们扩大跟交通部的合作 跟文化部的创联合作之有 我反而要给您一个赞 不要退却 我们勇敢前进哦 谢谢 那今天我要跟您在预算的解冻案 跟新故宫的部分 我要做一个全盘 我这四年这个戒期 在故宫的历次质询道中 我提出来的很多政策总盘点 从几位院长 我交办的事项 我来检视一下故宫的推动 是不是到位 下一个 首先我谢谢故宫 我在林正宜院长的时期 我就一再的说 南院要找出新的定位 南院如果我们要跟北院有所区隔 作为全世界的故宫 台湾的故宫下 我们可以跟北院的中华文物为主的 当然我们欢迎中华文物 也都到故宫 南故宫来展示 但是我们一个新的定位的可能 也是放眼亚洲很好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可以做亚洲定位的博物馆 而我当时就要求 我们可以以南向国家的观光客 配合新南向的政策 来推动策展 来办活动 来做行销 我要求你们贯彻与东协国家 新南向国家间的文化合作交流 很好 我在说你们有在听 林正宇院长开始到现在 我们陆续推动很多跟新南向国家的合作策展 不管是邀展 或者就是邀集展览 包括今年 泰国乐就是现在 非常好 我看到你们把泰国乐 有泰国苏打率支撑的电子摇滚乐团 都找来跟泰国最好的时尚设计师 一起来翻转南院 所以泰国舟泰国乐 很好就是跟新南向国家的链接 我也看到一个创新啊 我们跟越南 这个湛婆王朝 很难得把他的邻家照 全世界只有15件 来到了南故宫 而且这好像是故宫史上 第一次辅导级的展览嘛 对不对 很有趣啊 有卖点啊 所以这就是故宫要做文化 新南向的领头羊 继续做 持续做 我不管多少政治人物 不断的在 看虽我们南院的发展 我们勇敢的找出我们新的定位 这样做就对了 下一页 我也要给你们肯定啊 我当初希望 故宫可以成为台湾博物馆龙头 代表我们的文化能量 走出去 勇敢去缔结很多文化 管设 博物馆 世界级的 这些合作 姐妹馆 您签了嘛 对不对 也是前几天的事 跟泰国 跟泰国 也刚好搭配泰国 州 泰国月嘛 所以跟泰国 先罗国家 博物馆 我们签了地结 姐妹月 姐妹馆 这是我们的第六个 我们过去跟美国 我们跟日本 大阪也有 我们跟韩国 我们跟蒙古也有 这是第六个 未来我觉得跟新南向国家 我们应当更有地缘关系 可以拓奖 我也给你一个赞 好 这是我主张 你们做到了 下眼 我第二个主张 我也告诉从林正宜院长到陈其南院长 再到吴密查院长 故宫要跟世界的mega event结合 所以当时我也串联了我们熊赞 这个迷你展 在我们世大运的那个时候 虽然是迷你展 但是小兵力大功 我后来看到你们很用心的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办了这个 以台湾文化内容 而且是现在最夯的世大运 当时最夯的 创下了93.5万的参观人次 我相信这当中有很多 是因为我们当初勇敢提供世大运的各国选手 免费来参观 确实让他们来看台湾的故宫 我也给你们一个赞 下一个 跟国际赛会的结合 当然 东澳 有一点胎死腹中 我也要替你们报屈 很多来自于台湾内部的政治力的一个干扰 但是 Plan B Plan B是什么 Plan A已经开始腹中告吹了 Plan B 加强跟文化部的台日交流合作 就要我相信你们在进行 是的 那我也要提醒 2020的奥运在东京 啊2024咧 2024我们其实也应该可以准备了 在哪里 大阪的万国卜兰会我们会参与 2024的奥运在巴黎 我们提早准备 国际最夯的Mega Event 刚讲得很好 这是神救援啊 大阪的万国卜兰会 我们当然要去 然后呢 东澳之后是巴黎的奥运 我们也能够及早准备 才不会重新重蹈覆彻 场地很难找 有些政治力的干预 好吗 世界的Mega Event 我们都要扩大结合 因为我们在这个巴黎 也有长期合作的 好 那就以那个基础去发散 2024我们还有很多年 我们可以好好的 让台湾的故宫文物 可以前进 搭配世界的Mega Event 好 下一个 我第三个主张 我也要给你们拍拍手 但我要确认一下进度 我在世界各国旅行 各国的Museum Pass 非常的好用 对不对 我只要买一张博物馆卡 各国 就是那个城市的博物馆 都看透透 看光光 看光光这个词啊 不太好 就是都看得很完整 那台湾的博物馆连票 博物馆卡 我那时候也跟林郑怡院长 2017讲到现在 辛苦光计划里面 有个爱台湾博物馆卡 是不是要上路了 这个我们 今年的年底 就会推国内版 国内版 是 那国内版 还有国外版 我们希望 这个博物馆卡 还可以有国外版 国外版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跟国外的 博物馆的合作 哦 了解 很好 那在台湾终于要有一个 Taiwan Museum Pass 五四要从2017讲到现在 我看到你们要上路了 非常好 这就是世界趋势 好 那如果未来我们能够跟世界各国 那当然临近国家 南向国家的合作 那是最容易 包括跟日本台日的友好的基础 好 我期待 Taiwan Museum Pass 今年年底的上路 先有台湾版 然后还有故宫的 International的版 很好 那我跟你拍拍手 下一页 我要求 你们要强化跟设计的合作 文化跟设计的跨域 本来就持续在发生 林振宜院长算是当中 他非常的擅长 所以品牌授权到现在 我们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我要提醒院长一件事 总统已经宣示 也是本席一直催生的 台湾的第一个设计研究院 即将在2020年上路 未来故宫的品牌授权 IP释出 或者是我们邀请非常多的设计师 来跟我们的产品 做跨域的合作 而且是时尚的生活的科技的 这符合你们现在的 故宫文创的三大主轴 一定要扩大跟设计研究院合作 这是我新提出来的提醒 好吗 好 我们会这个往这个方面走 而且跟委员报告 委员这个提示我们的 要做一个国际的策展 的委员会 我们也已经在跟外国的 有名的策展人联系 而且我们这个有关设计的问题 委员应该也知道 英国的V&A博物馆 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典范 我们会纳入他们的创意 跟我们一起合作 主席我好像是最后一位 我可以再多讲一点点好不好 谢谢 好 我期待你们 设计研究院的跨域合作 然后我们的品牌授权 目前我的掌握有20家的品牌授权 我们跟130多个公司 有另外的合作 目前研发了3500多个商品 这都期待你们跟设计研究院 成立之后有更多的合作 好很快的下一个 我曾经要求 我也继续要求 你们的策展要在地化 要接地气 策展要多有台湾的元素 林曼利的时候 有了三个台湾元素的展 周公新院长的时代 也有三个展 冯明珠有三个 林正宜的时候 就包括故宫雄战 世大运的展 加上我们的正问展 林正宜的任内有两个 你的手上我还没有看到 加强跟台湾的元素的 艺术家的创作 跟故宫的中华文物 可以有更多的文化的 一个激荡的火花 好吗 我期待您要做 我们故宫会像刚才所说的 一方面跟国际连结 一方面跟台湾元素 好 在地连结 下一页 所以故宫open data online了 我相信刚刚有很多委员 已经垂询过了 我们已经开放图像14万余张的文物图像 这是我们新政府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我们勇敢的把故宫的文物公共化 open data是我们开始做的 所以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不要不了解 自己就在那边欧北乱共 只会自曝其短 下一个 同样的 一次展 故宫70万的文物一次展 现在韩国瑜转弯了 韩国瑜的故宫会转弯 变成数位展 那我也要在这个地方替你们讲讲话 数位展新媒体的链接 科技plus文化的跨域 就是我们新的故宫现在全力在做的事 包括今年就有1234567 7个数位展在进行 不是吗 我们跟动物园也可以合作 我们跟高美馆也可以合作 我们跟凤天宫都可以合作 我们跟那个宜兰的这个南洋博物馆都可以合作 我们已经铺天盖地在做 所以故宫的数位展 请韩国瑜不要再转弯 看清楚 我们用最好的成绩来打脸韩国瑜这种欧北乱共的人 来最后 国宝修复站 修复的人力我也曾经主张过 我看到你们预算会增聘四位修复人力 那当然刚刚苏小慧委员也垂寻了 到底可不可以适用那个规范 你们好好演绎 但基本上我支持修复人力确实不够 但是除了修复人力补进来 我们未来要人才培育 以前我在看只有跟两三间大学合作 你们现在博物馆人才培育级实习合作计划 似乎也是在我的倡议之后 你们开始跟七所大学开始合作了是不是 是的 哪七所啊 我们从南边这个南义大 南义大 平哥大 平哥大 一直到台湾艺术大学 那北义大有没有 北义大 好提供完整的这个部分的数字给我 最后一个新故宫计划的PCM 已经 已经决标了吗 已经决标了 已经决标了 是的 终于一波多折 关于新故宫 我希望我一直说借级用人 我希望他做得好 PCM是重中之重 是的 当然预算我不会为难 但是我希望珍贵的预算 能够有好的招标 进步的优质的采购 才能够上路 而好 恭喜PCM终于发标 发包 采购 没错 尤其是 尤其是北院 因为管救老舍 当然了 有很多问题 管救老舍 管舍老舅 这个很多敌业要好好的 谢谢 好 谢谢院长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 在这一个会期 这一个戒期 但我期待 全民的故宫 创新的故宫 台湾的故宫 世界的故宫 yes we can 政治压力再大 我们都要坚持下去 谢谢委员 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吴委员 谢谢院长 也是吴院长 好 那我们 今天登记 咨询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另有委员 钟嘉宾委员 蔡培惠委员 提出书面咨询 那我们现在休息 十分钟 等一下来进行 解冻案跟预算处理 谢谢 那我们继续开会 现在开始处理解冻案 请预示人员宣读 并进行讨论与协商 好谢谢 讨论事项一 处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国立故宫博物院主管预算 公务预算解冻案三案 一 国立故宫博物院 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决议 简送决议 一 冻结业务费中国外旅费 50万元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二 国立故宫博物院 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决议 简送冻结文物研究 展览与推广 展示服务 50万元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三 国立故宫博物院 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决议 简送决议 二 冻结第四幕 南院文物研究 展览与推广 100万元书面报告 请查照案 宣读完毕 好 谢谢 主席 我们的议程是先预算或解冻 不是先解冻或预算 所以应该先把109年的预算 上完毕以后 按照议程的程序来讲 对不对 议程是排109年的预算在前面 然后解冻在后面 对不对 是解冻 那我通通有意见 好了 好了 那先预算 好了 先处理预算 先处理预算 好 那 第七幕 那我们 可以先发言 然后等一下 再来处理 好 主席啊 今天是专案报告 依照预算法 及相关的预算程序 你的计划书 经过行政院核定 要向立法院做一个报告 然后立法院同意后 你照正常来讲 你才能够编预算 所以今天是补除上次的补除 所以今天是专案报告 然后接着审预算 那今天这写预算 专案报告来讲的话 这本就是你今天院长 给我们立法院的专案报告的书面资料 你上面写的很清楚 107年的预算 你到今年年底 要执行到多少 108年的预算 你要执行到多少 可是我刚刚问 如果执行不到 谁负责 院长说 因为要层层考核 层层负责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想请教一下院长 你这个数字从哪里写出来的 谁给你写出来的 你怎么认可这个数字 你怎么可以把它摆在你今天 专案报告 道理法院来报告 如果你的责任都还没有分清楚 你怎么可以在这边 效益法院报告呢 你既然接受了这个数字 就是你院长要负责任 对不对 故宫对外负责任的 就是院长 如果院长自己写了报告 院长说我不要负责任 将来有层层机制 我去考核其他的人 谁该负责 不责任的责任 那很简单 我们今天审查预算 新故宫的预算 未来所有要负责任的人 通通到这边来 我一个一个问 你将来你要不要负这个责任 你要不要负这个责任 但每一个人都说 我负责了责任以后 我才认定院长 你今天做报告的数字 可以这样子吗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一直在问你 一直在问你 你就一直不回答 一直说 层层机制 层层机制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首长 在立法院不敢负责任 说是我属下责任 不是我院长的责任 不是我首长的责任 对 可是他又要代表这个机关 在立法院报告 这个是很奇怪 我从来 我跟你讲 我担任那么久的民进代表 省了那么多年的预算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一个首长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 我还是回到我刚刚的寻达 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对于院长这个数字 107年执行的预算执行 108年的预算执行 到今年年底 以及剩下还有保留的数字 要到109年去执行的 这些数字 你负责不负责 跟委员报告 这个刚才可能就 这个 也以上的这个措施不当 这个作为故宫的机关所长 这个预算书 这个报告 既然我提出来 我就必须负责 那我只是说 我会层层的去把关 把底下的 那是你内部管控的问题嘛 对不对 不是立法院杂负嘛 对不对 我叫立法院杂负 你既然在这边向报告 当然你要负责任嘛 你现在一个首长不敢负责任 那怎么行呢 这是第一个 好 你107年108年 有写上去了 109年 你要执行到到什么程度 到109年 年底 你会执行多少 这个我才能够决定 要109年 你要给你多少钱呢 如果给你的钱多了以后 你执行不了 那不是浪费吗 如果你说100%执行 我举双手给你鼓掌 这个我们既然这个核实的编了5.92亿 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真的执行 所以预算编出来就真的要执行 那之所以会因为除了5.92亿之外 还要执行以前 不会保留任何数字了 1.92亿之外 我们的目标当然是不保留 那主席 主席 是不是 是不是把刚刚院长讲到发电力记录 好一定 作为今年的决议 我们今天审查决议 如果你院长你敢负责任 那我预算我就敢给你 这个我们核实编列5.92亿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把它给执行完 郭院长我也不敢要求你100%了 来来 我们执行到80%还是98%还85% 但是我们必须学 我跟你讲 我们每年省他那么多预算 我们常常知道 哪都有预算编出来100%执行 要有决心 对不对 我必须学那个目标 对会努力 这个敢 好 好 那谢谢蒋委员 那 婉监委员 我早上也咨询了吧 就是说其实你们在107年108年 首两年的执行率 其实是 如果按照数字来看 其实是不及格的啦 坦白讲 其实包括我们把你冻结掉的预算 都不执行的话 你们执行率还是很差 你们保留的还很多 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时有遇到一些困难嘛 就有修正了 那我看到今天 院长来的修正 也代表你们有面对这个问题啦 包括把那个发表廊道取消掉 把这个北侧的 这个 原来要盖在北侧的 那个 入口意向 全部移到 有的做修正 有的移到 行政大楼移到栏策啦 这感觉是你们有遇到问题 有去处理啦 现在问题是在于是说 好那我们原来10708 我们续留的预算还要执行喔 有些还要到109年来执行喔 然后我们又编了一个519 5192刚才 乃公讲的就是说 那你之前保留的 那你这519 包括新的计划 延续新的计划 你们有没有办法来顺利执行啦 我是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 但 有没有这个数额 有没有办法做到 那 我 我的案子是要删一层嘛 我愿意用冻结的方式啦 如果大家有 奶公说全部给我也没有意见啦 但是我是觉得 这是因为107 108真的执行 这执行过程我们提出很多质疑嘛 那 以前坦白讲 以前公厅会如果有处理 大概就不会延到现在来处理啦 那你们这次办的公厅会 他们是有做修正啦 那是不是 主席就说我提了案件检验 我可以改那个 你可以改成冻结 那等一下 自己委员跟 硬法委员 说实在的 冻结也好 三结也好 都在帮他的忙啦 都在提高他的执行力 奶公意思就是全部给啦 要好好的执行百分之百 107年 他编了4.3亿 冻结了1亿 他剩下3点多亿 3.2 3.3亿 对不对 他就写他的执行率 百分之百 冻结不算嘛 然后可是你再来看 他的执行率百分之百里面 他107年的预算 保留了2.67 对啦 他明年还有3000 对不对 所以真正他只冻成5000万啦 可是他对外来讲 我的执行率100 对不对 这团数字游戏 大家都会玩的啦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赵伟说 我就说我今天给你冻结啊 是帮你的忙 提高你的执行率而已 可是我希望你真正能够了解 告诉我 109年预算 我给你多少 你可以用多少 你这样的话才有意义嘛 否则大家这个忙了忙去忙了都在玩假的东西 到这个冻结了一大堆 这个执行率也必要解冻了 对不对 你108年的三亿 你也不想要解冻 所以今天也没有牌 对不对 你根本就是玩假的玩数字游戏嘛 对不对 这个数字游戏大家都懂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要把别人当笨人的话 那就不行了院长 所以我为什么 大家都聪明一点 面对现实 我一直坚持的就是说 109年的预算 你编了5.9亿将近6亿 你到底可以执行多少 对不对 你有执行多少 我们给你多少 你就好好的把它做出来 好 对不对 好谢谢 那智杰委员之后是义华委员 所以乃兴兄的意思 事实上我们也都看在眼里 那执行率真的是不好 所以那乃兴刚才也同意说 冻结也好删除也好 所以我们我就跟万坚一样 就是我们就先冻结 那这样子等你们执行到 还有需要我们当然后续会尽力来配合 这样子好不好 好谢谢 那义华委员 我是比较主张说 如果真的有些执行做不到 应该要直接核实啊 会比较好 因为要不然就像今年一样就冻结 但事实上是用不解冻 但事实上也等于是删除嘛 那我觉得 对啊 等于是实质删除啊 可是我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对密法委员的责任来说 我会觉得我们应该还是 如果说真的 实行率上做不到 我是建议可以直接做删除 这是我的看法 而且我觉得 这不是在 不是在限制大家的作为 而且就像 刚刚乃公说的 是希望提高大家的执行的效果 我们可以把专心的 把应该要 要有的钱 那把它能够做到最好 所以我是 赞成乃公的看法 那但同时间我也要提一下 我里面有提两个 删除 就简列部分 这是我刚刚质询有提到的 我还是认为 故宫 尤其是新故宫计划 要专心的来做 馆藏的特殊性 跟瑰宝的艺术性的这个方向 那你看我们北院南院 有太多太多事可以做 所以我反对 你们再花时间 又去做 刚刚讲什么 整合全国的博物馆 然后用发行爱台博物馆卡 体验台湾文化套中形成的app 博物馆便利行等等 这些事情 我没有说不该做 我只说不该雇工做 交通部可以做 文化部可以做 雇工成为一级机关 有你们的使命 好所以我在这边建议 这两个部分 各删减一千万 然后呢剩余部分 要冻结百分之二十 然后能够提出 我们有这样一个方向的修正之后 提出具体的成本效益报告 来经过我们同意之后 使得动之 这是我的动意 谢谢 好谢谢 那是不是请 院长来 这个 我们以前之所以会执行不力 是因为有那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工程的因素 所以我们也很谢谢 尤其是蒋委员帮我们 这个顾虑到我们 是不是真的有那种执行的 这个力道 有办法 所以我们已经比较 所以我们已经比较 以前来说 其实已经合时的去编列了 那所以我们也 也希望 如果同这个委员们 这个帮我们冻结一些 让我们 从我们的进度之后 我们才经过 我们才经过委员们觉得 哎呀我们的的确 我们的进度已经冲成这个 冲到需要用这一笔钱了 那我们来办解冻 那至于说 这个像 议法委员所提到的 这一些 这个软体的部分 这个简列 我们也可以 照委员的想法 这一个 依比例的简列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这一个 我来之后 一直是实事修事的 想把它 核实的 然后一个一个 问题给 这个 解决掉 那我们也很谢谢 这个 奖委员 一直督促着我们 让我们很努力的 核实的 把这些 数据给 整理好 很谢谢 我讲一下 其实我看你们的预算 早上我也提了嘛 其实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新故宫计划 其实做修正了 我们少了13.18亿 从101降到87.82亿 这个我看到你们 去核实去做一个修正 第二个是 其实我们107 108 一共动了4亿 一个1亿 一个3亿 那我们看到第三年 其实新增的好像是5.92亿 其实如果包括之前那4亿 动掉的 那其实我们大概 你们109年 真正做是1.92亿 就是说新增的部分 坦白讲是不多 因为你们就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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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就是因为要去执行 之前被冻结的 还有4亿被冻结 那4亿没有做的 还有给你们的预算 还没执行的 所以这5.92亿 我们真的是期待你们能够执行力能够拿到9成以上 到100 除非有什么问题 那博物馆群那个其实我早上没有时间 我也要谈 跨到文化部去的你们 跨单位的协调好像也不太顺畅 包括交通部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做 那你们其实愿意来检略 我们也都等请主席来做处理 好谢谢 其实那个 主席我再补充一下 说实在这 这是我最后一次的预算成长 所以我不想再帮你们分担责任 所以我才要求你实话实说 你到底能做多少 对不对 你不要在这 私下拜托我们冻结你的预算 你自己预算编出来以后 你发现到 我做不到那么多的事 私下拜托委员冻结 拜托这个 拜托三减 然后呢 对外来讲 这个不是我不肯做 是立法委员冻结了我的预算 三减我的预算 然后你再做好人 所以我今天要求你 你自己讲清楚 如果我这个109年的预算 我通通都可以执行完毕 我全部给你 我一毛一毛都不执意 不冻结你的 好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能做得到 你自己讲 你大概可以做到七成 还是做到八成 还是做到多少 你自己讲嘛 讲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冻结 那是责任时代 你不是在我们 院长刚刚有说 可以做一些检验啦 对不对 他自己讲出来 不是我们讲 讲了以后 责任就是我们的 对对 刚刚刚 我们再帮他忙 到时候他到达我们一把 说责任都是立法院 那我干嘛 这样子啦 其实 我们是整个第七幕 我们就是一起来处理啦 那其实对博物馆群 这个部分 我可能会跟 一环文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其实在国外 确实他们是用知名的 大的博物馆来带 以大带小 所以我觉得 顾宫还是可以有 做领同样的一个角色 只是 他确实要跟其他的部会 有更多的沟通协调 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的 那我想 我做一个 第七幕 做一个处理啦 因为刚刚院长说 可以做一些检验 我们是不是 检验五千 那检验一千万 然后动五千万 这样可以吗 全部 检验一千万 冻结五千万 不能检验两千吗 其实 如果你要检那个博物馆群 我是比较是 我的意见可能会跟你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是整个整幕啦 第七幕 那我就会说 检验一千万 动五千万啦 对 那其实 其实它重要的部分是执行力 就是进度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能对内容的问题 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可是 现在是执行力的一个问题 所以举手 我给你确认一下 你认为是说 就刚刚讲 因为有两岸嘛 就你就博物馆群 可以来做 应该是全部 我是认为是61岸到72岸 体验台湾文化套中形成APP 这应该不要他做了啦 对不对 不是啦 没有没有 不是啊 就是觉得如果可以做 这是好事情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做的 对 之前没有办法做 那个应该要做啦 我是这样的 协调 行政协调博物 因为故宫 它在国际上比较有知名度 所以它是 以故宫来带领 文化部的博物馆 一起来做事 对那刚刚 我今天咨询院长的时候 他也有讲嘛 就是说 其实可以促进更多 国际上面一些 不管是观光客来 还是说整个展览 其实都是可以做一些合作的 那我比较建议是 从第七幕整幕 我们来减一千万 然后动五千万啦 然后是 因为这个是执行力 执行力的问题啦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书面解冻 应该就可以了啦 好不好 好了好了 好 那我们三姐 说实话的 减多少 动多少 它的总工程费是80亿 摆在那边不会动的嘛 那只是今天执行多少 明天执行多少而已嘛 对啊 对不对 那只是一个形式上 所以我一直讲说 他自己 顾宫院长自己要讲出来 他到底没开口啊 对不对 他没有录音啊 没有录音下来 到底在议事录上 我听不到他到底要执行多少 那这样子处理可以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今天说 顾宫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很高 所以要带动其他的博物馆 所以你要跟博物馆去 可是为什么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国际观光客越来越少 欧美的观光客越来越少 为什么 既然既然是要带动 而且国际上知名这么多 为什么我这几次持询的时候 国际观光客只需要再减少 这就是你顾宫院长 你要负责责任 如果提高国际观光客 而且是欧美的 因为提高欧美的 你才可以带动 更多的欧美国家的人来 而这些国家的人来 不但可以增加你的知名度 而且还可以带动台湾的观光 还可以增加台湾观光的外汇 这是一起数得的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你们要如何去做 而且故宫我是觉得了 你应该跟公共局去联系 为什么跟公共局 今天国旅国旅补助 只是注射 对于外国人 如果你今天在台湾 转机的时间 超过多少小时以上 我免费让你到故宫来 让你参观买东西 人家就吸引人家进来了 所以很多东西 你们可以去想 而不是光光在国旅里面补助 国旅里面补助以后 想用台湾的内需市场 来替代外需市场 可是真正能够弥补到吗 弥补不到 第二个来讲的话 外国人来是带外汇进来 我们台湾是花台湾新台币 没有增加外汇 所以我们的外汇减少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 不是说大博物馆 带小博物馆 而是行动议各部会 共同一起来 这才做得到的 对 好谢谢 这个讲得很有道理 讲得很有道理 好那 不好意思 刚才你的意思说是书面送进来就可以解冻 对 因为基本上它不是内容的问题 下一届单不定谁坐在这 可是我是觉得说 是执行率的问题 第一届 从新的一届开始 会不会报告一下再解冻比较好 要报告解冻 我觉得会比较好 刚刚说冻解冻 冻解五千万 然后减一千万 对啊 三千一千万 好啦也可以啦 所有报告 好专案报告可以啦 新执行进度的专案报告可以 好那这样可以吗 我们就第七幕新故宫计划减 那个拜托主席 我们冻解的数字跟三减的数字 要院长自己讲 好院长可以吗 这样子一千万跟六千 一千万跟 好 就是这个议程让我们 好 那这个 三一千 然后冻五千 好 对对 好 可以接受了 我负责的 好 谢谢 那我们第七幕就是 三减一千万 冻解五千万 那三减的部分 科目自行调整 好 谢谢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看主决议 上次还有几案没有处理 我们从八十三案到九十一案 那我们先看八十三案 好 八十三案院长 你们这边有什么还是副院长要讲 你们谁要讲 那八十三案我们只要这个文字修正 这个研议 推动组织改造 打造故宫成为英语新时代变革组织 然后另外就是并于三个月内 从一个月改成三个月 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检讨经济报告 好 那我们这是成立国际交流会这边 这是英语时俱进研议 推动组织改造 多号打造故宫成为 能因应新时代变革组织 然后一个月改成三个月 然后提出书面检讨经济报告 好 那我们就修正通过 那八十四案 遵照办理 好 照案通过 八十五案 遵照办理 照案通过 八十六案 遵照办理 照案通过 八十七案 建议修改文字 在最后第三行的地方 建议故宫 就北郭 以故宫之历史渊源 及其文化意义 之相关教育推广活动规划 与台中市政府磋商 OK 那就按照故宫的文字修正通过 那八十八案 八十八案 那个一个月也建议修正成为三个月 好一个月修改成三个月 好修正通过 八十九案 八十九案的一个月也希望改成三个月 好一个月改成三个月修正通过 九十案 呃 专长办理 照案通过 九十一案 呃 九十一案的最后一部分 曾改成在三个月内提出数位策展书面报告 好修改成原要求 故宫在三个月内提出数位策展书面报告 好修正通过 是 那我们预算处理完毕 我们现在来处理解冻案 解冻案刚刚已经宣读了 我们有第一案 就是国外旅费五万元书面 就是动五万元 五十万元 那我们是不是 每一件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解冻 好那第一案解冻 第二案就是 关于文物研究展览与推广展示服务五十万 呃 冻结五十万 那也书面报告来了 每一件 那我们就解冻 第三案我们是 南院文物研究展览与推广 有冻结了一百万 那也提出了书面报告 是不是也解冻 好那我们三案也都完成 本次预算案审查结果免语重复宣读 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 关于今天会议作如下决议 报告及寻答完毕 委员所提书面咨询或相关资料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 对于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机关禁述以书面答复 一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有关国立雇工博物院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三案 业已处理完毕 均准与动之提报院会 一百零九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有关国立雇工博物院单位预算案 全部审查完毕 报告委员会今天议程处理完毕 现在散会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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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